发声名喜白,卓者自卓,哪怕他高喊着亲者自卿 当观众看到这样的剧情时,往往对这些反派恨得牙痒痒 除了因为大家身而为人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之外 大抵上还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戏剧中 也存在于现实,要承认 现实中我们中的大多数谷字里多少都有懦弱不争畏惧强权的一面 因为世俗中既定的环境和规则太强大 不是每个人都有活出一切去抗争的勇气 谁知练武之人是昆仑派掌门何太冲 他练的是不轻易世人的独门绝技 发觉被人看到,便绝是不怀好意之人 有意偷学本门上成功夫 派了一众弟子从昆仑山追到中原 并要追杀他 金庸武侠小说描写的名门正派人士中 越是心里有鬼的人越敏感脆弱 脑补的能力也就越强 天道好轮回,亲者自亲这话没错 但卓者自卓也同样是真理 哪怕他高喊着亲者自亲